齐马耶夫和李静亮的比赛马上就要两年了 黑粉们的行为仿佛这场比赛就在昨天 当年齐马耶夫赛后接受采访 他搞不懂为什么别人都讨厌他 但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胜者尚继如此败者更不要说了 对于我而言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黑粉 遇到李静亮相关主题的视频 就会在评论区下面躁动起来 我是认真的想了几个方面 一时黑粉博散输了 输了很多 二是黑粉第一次表达自己的关键时 被李静亮粉丝给骂了 三是李谈吐不行 老是说英语 四是李成绩没进前五 老说代表中国力量 五是李赛前太嚣张 比赛却输了 前两个是黑粉自己的问题 你赖不到李静亮头上 谈吐不行 不表达更不行 到了国外 你就是中国力量 赛前给对手跪下 输了不会更好看一些 其实我倒是想起来 当年姚明去NBA的事情 当年姚明去NBA 得分经常是个位数 能上双已经是非常罕见了 我时常想 如果我的脑袋能给姚明换一下 用他的身体去打NBA 上双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白瞎长这么高的个人 我不知道现在的全民 有没有这个代入感 如果你是李静亮 你的战绩 会不会比现在的他更好一些 我想第一步应该就不会出现 把自己当作姚明 得分比不过 不至于流血 不折 把自己当作李静亮 想想都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再也没有了代替姚明 打NBA的胡思乱想 甚至现在 也没有想取代姚明 做蓝写主席 因为我知道 太多的人 坐在那个位置 没有姚明做得好 全民年龄上浅 不知道是个好事 还是坏事 因为他们总有老去的那天 这部分人会不会积累下来 做大做强 中国搏击事业的规模呢